他是史上最嚣张的死刑犯,在法庭上面对死者家属生死历劫的控诉,他满脸不在乎,并且还面带微笑的鞠躬恳请法官,希望能尽快送自己上路。 此言一出,瞬间引起全场震动,但在得知他的故事后,法官更是动容不已,并没有当庭宣判结果。 那么,他为何能够如此坦然地面对死亡? 他最终的结局又是如何? 他为何要一心求死呢? 其实他原本可以成为一个普通的孩子,在母亲的呵护下长大,在老师的鼓励下学习,和小伙伴们一起快快乐乐地度过童年。 然而,命运却给他开了个残酷的玩笑,让他走上了一条不归路,最终成为了一名面临死刑的死刑犯。 1991年,马金库出生在一个普通工人家庭,那时的他名叫钱忠明。 他的父亲钱宝生是一个是赌如命的人,整日流连赌场,丝毫不管家里妻子和刚出生的儿子。 家里积攒的一点钱财很快就被他输光,平日里他还常常动辄就打骂马金库的生母。 非中生母忍无可忍,选择带着仅三岁的马金库和他离婚。 离婚后,生母反手力只能带着马金库过上两头跑的日子。 为了生计,他不得不把儿子交给钱宝生照顾,自己出去打工。 本以为他会稍微收敛一些,没想到他很快就找了一个女人回家,并让马金库称其为继母。 这个当继母的女人心肠急坏,他讨厌这个不是自己生的儿子,经常无故虐待马金库。 马金库被他锁在阴暗潮湿的房间里,有时两三天吃不上一顿饱饭。 更令人发指的是,继母还用扫帚殴打马金库,导致他左耳失聪,势力下降。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一年有余,直到有一天,马金库的父亲因赌博争执,致一人死亡,被判处死刑。 继母得到这个消息后,立刻不知去向,把马金库一个人扔在了家中。 还是邻里的好心人发现了这个可怜的孩子,通过辗转打听,才找到了马金库的生母樊守力。 当樊守力见到自己的儿子已经被折磨得奄奄一息,面黄激瘦时,心疼地说不出话来。 这时候,六岁的马金库已经不再是一个爱笑的孩子,取而代之的是沉默寡言和敏感多矣。 为了弥补儿子失去的母爱,樊守力带着马金库重新开始了生活。 但好景不长他不久后,就改嫁了一个姓马的男子,这男子也成了马金库的继父。 从此,他便随继父姓改名为马金库。 继父对这个儿子也并不上心,但马金库却一直想方设法讨好继父,希望获得他的认可。 为此,他在学业上刻苦用功,成绩名列前茅,母亲为他骄傲。 可惜姓父始终不予理睬,还经常无故责骂马金库。 好不容易马金库凭借优异的成绩考取了本地最好的中学,这让生母樊守力欣喜若狂。 他不顾姓父的反对,为马金库筹错了足足三年的学费。 然而,就在马金库即将入学之时,樊守力生下了一个女儿, 姓父的注意力全部转移到了这个亲生女儿身上,对马金库的反感也因此达到了顶点。 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,马金库主动提出退学。 樊守力知道儿子是出于好意,但作为母亲,他心疼儿子被迫放弃升学的梦想。 他红着眼睛劝儿子三思,希望他不要草率做出这个决定。 但马金库坚持自己的选择,他说自己可以去打工赚钱,没有文凭也可以过得好。 他希望母亲不要再为他的学业发愁,也不用再忍受姬父的气。 樊守力抱着儿子痛哭,他知道儿子从小书香气很重,这次退学对他打击很大。 但是,他又想到家中经济拮据,自己身心俱疲,似乎也只能默认儿子的决定。 从那之后,马金库便没能升入理想的高中。 姬父对他也愈发苛刻,经常无理取闹,动辄辱骂。 马金库只能忍气吞声,希望能维持表面平静,然而这稳定的假象并未持续多久。 一日,姬父酒后,动手打了樊守力。 成年后的马金库,健壮情急之下劝架,却也被姬父一顿毒打。 樊守力这才醒悟,这样的日子实在无法再忍受。 于是,他带着儿女离开这个破碎的家,开始了漂泊奔波的生活。 2009年,为了生存,樊守力带着儿女来到北京一处简陋的城中村, 这里聚集了来自各地的外来打工者,住房条件差,环境混乱。 16岁的马金库不得不投身于这重重的打工大军中, 他先后在多个工厂打过零工,从电子厂到纺织厂,再到建筑工地。 可无论哪里,他都无法立足。 在第一家电子厂,马金库刚开始认真工作,却遭同事排挤。 他们觉得一个未成年的农村孩子不懂规矩,有一时半子, 马金库无计可施,只能默默忍气。 到了第二家纺织厂,马金库遇上一个为所欲为的监主。 老板故意刁难他,给他安排最脏最累的活。 马金库疲于奔命,一天工作下来累得满身大汗, 可老板还要无理取闹剥削工人的工钱。 马金库明白,自己只是老板眼中没有任何价值的螺丝钉。 他没日没夜的工作,却只能勉强填饱肚子。 终于,在老板的毒打下,马金库选择了离开。 一次次失业的打击让他变得孤僻抑郁。 好不容易,2011年,马金库找到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, 成为一家商贸公司的搬运工。 这份工作虽然辛苦,但对人要求不高, 这也让他松了一口气。 在拿到的第一笔工资后, 马金库兴高采烈地回家, 给母亲和妹妹每人买了礼物。 樊守力看着儿子的董事,心中充满了欣慰。 2011年5月,马金库突然收到老板催促加班的电话, 他本想推脱,但想到自己刚找到不久的工作, 只能听从前去。 可等他到了仓库,老板和老板娘还是毫不留情地数落了他一顿, 让他马上干活。 一个多小时后,马金库终于完成了辛苦的搬运工作。 此时天色已晚,肚子早就饿得咕咕叫。 就在他准备回宿舍的时候,老板娘突然命令他修灯泡。 马金库无奈,只得再忍耐一次,仔仔细细地修好了灯泡。 当马金库终于修好最后一个灯泡,夜已深沉。 他想,自己终于可以回到简陋的住处,好好睡一觉, 养足精力,应对明天的工作。 可就在马金库准备离开时, 老板娘的话语却如一盆冷水将他淋醒。 过来,帮我照看一下孙子。 老板娘的语气不容拒绝。 马金库回头看见老板娘怀里睡得正香的孩子。 他刚想开口,老板娘已经把孩子往他怀里一塞。 我去趟卫生间,你看着点。 眼看老板娘摇摇晃晃地走远, 马金库只能轻手轻脚地哄孩子。 可那孩子好像知道有人在看他, 开始辗转反侧,大声哭闹起来。 马金库自己还是个孩子了, 这一哭让他瞬间手忙脚乱, 这使老板娘的声音从远处传来。 我的天,你到底会不会哄孩子, 连这点小事都办不好。 但此时他的脑海中只剩下疲惫。 他实在无法再照看这个孩子, 只想赶快回家休息。 于是他礼貌而坚决地对老板娘说, 非常抱歉,我今天太累了, 无法再帮您照看孩子。 没想到老板娘立刻大发雷霆, 我说让你做什么你就得做什么, 别以为你一个臭打工的就能和我谈条件, 这句话深深刺痛了马金库。 他勉励维持着最后一丝理智, 再次拒绝了老板娘无礼的要求。 谁知老板娘根本不打算放过他, 抢过他怀里仍在哭闹的孩子, 指着马金库破口大骂, 你这个只会伸手要钱的臭打工仔, 如果没有我, 你和你妈妈妹妹早就饿死在大街上了。 这句侮辱彻底击碎了马金库的底线, 他的脑海里只剩下一个念头, 让这个恶毒的女人永远闭嘴。 一时间,马金库失去了理智, 他抄起斧头就朝老板娘砍去。 拿只第一符砍下去, 老板娘就大声尖叫, 马金库被这突如其来的叫声, 刺激得更加狂暴, 接连砍下二十多符, 直到老板娘和他怀中的孙子一命呜呼。 等马金库清醒过来后, 仓库里已经是一片血海, 他颤抖着看着自己满是鲜血的双手, 恐惧逐渐涌上心头。 他知道, 自己注定逃不过法律的制裁, 死刑就在眼前。 但此时, 马金库的心境竟然出现了怪异的平静。 他麻木地擦去了身上的血迹, 取走了老板娘身上的财物, 开着公司的车逃之夭夭。 由于从未开过车, 马金库很快在高速上出了车祸。 不过他没有选择等待警察, 而是继续逃亡。 但最终, 他还是没能逃过警方的追捕, 被抓回案发现场。 在审判现场, 马金库表现出了出人意料的态度, 面对法官和死者家属的审视, 他不但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, 还一脸轻蔑地笑, 甚至恳求法官尽快判决他死刑, 好让自己早日结束痛苦的人生。 请立即判我死刑, 马金库对法官微笑致意, 全场哗然, 马金库的母亲反手立文言气不成声, 他怎么也想不通, 自己的儿子怎么会走上这样一条不归路。 法官也很震惊, 马金库曾是老师眼里的乖学生, 怎么一息之间就变了个人。 在律师的辩护下, 马金库悲惨的成长经历, 才逐渐呈现在法官和在场所有人面前。 一个本可以平平淡淡走完的童年, 却被无数的苦难摧残, 这也许是导致马金库最终走向绝路的原因吧。 如果不是生来的家庭不幸, 也许马金库不会活在恐惧中, 如果不是继母的虐待, 也许马金库不会性情大变, 如果不是继父的末世, 也许马金库还会是老师口中的乖学生, 如果不是老板娘的刁难, 也许马金库就不会走上犯罪的道路。 多少个如果最终都成为空想, 马金库还是走向了绝路, 法官在判决书上写下无期徒刑, 为这个曾经的三好学生画上了无法逃脱的囚笼, 而马金库本人也终未得到心中渴望的死亡解脱, 他本可以拥有快乐的童年, 可最终却在血雨泪中迷失了自我, 命运给了马金库残忍的一击, 让他无法回头。 我们不应评判马金库的行为, 而要反思究竟是什么让他走向了绝路, 又有多少社会因素导致了这样的结果。 也许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去倾听那些被忽视的童年伤痛, 去理解生命中发生的种种无奈。 人性本善, 环境使然。 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宽一代人, 给予他人温暖, 不轻易批判一个人的一生。 也许正是这一点温暖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。